哈囉大家好 我是好毛的小胖 相信大家已經在IG上面看到我 就在玩調酒 那我今天晚上呢 我要來酒吧 學調酒 是真正的酒吧喔 然後把自己喝醉 然後明天上班 耶 記得喝酒 不開車 開車不要喝酒 這樣不是乖寶寶 那我們GO 嗨 大家好 大家好 我現在進來我們的吧台了 那我們今天來的地方呢 是萬豐飲料店 那旁邊呢 是我們萬豐飲料店的Bartender Peter哥 嗨 大家好 我是萬豐飲料店的調酒師 我叫Peter 那我們萬豐飲料店呢 萬豐的名字呢 就是萬物豐收的意思 那飲料店呢 就是我們是成的飲料店 謝謝 所以我們不接待 我也滿18歲以下的 那請問我們今天 今天 我想要學調酒 你可以教我一些簡單 片片冷的東西嗎 可以 但是我們同手無欺 從不騙人 好 沒問題 先把人冠罪 好 那我們就先來一款 我們自己店內的Signature 它的名字叫做 智不其樂於的你 所以我們今天會使用到的材料是 由琴酒搭配玫瑰跟水蜜桃 還有台灣水果茶下去製作的一款Inbuse 那另外我們做一些簡單的調味方式 看你表演 那我要從哪邊開始 我們當然就是先從器具開始 我們要先把我們的器具擺放好 那我們今天所使用的是Buston Shaker 所以我們要先把它 setting out 那我們就直接來吧 我們先 把我們要調酒的東西 我們的器具先設定好 準備好 對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會把我們要用到的 今天要調製所需要用到的 酒跟材料 我們也會把它準備好 對 然後再來 今天我們的材料我們有用到 我們剛剛說到的玫瑰的蜜桃的Inbuse 那還有 我們會稍微加一點點玫瑰的Licol酒 去做調味 那另外我們會帶入檸檬跟蛋白 好 簡單來講我們是做一個 Sour的形態的雞尾酒 然後它從時會帶有玫瑰跟蜜桃的香氣 好 我們就開始囉 好 那我現在要先 現在我們首先要先加入我們的雞酒 我們會加入45cc 這個嗎 喔 這一瓶 這個嗎 對對對 沒關係 如果你口感上喜歡偏重 比較偏濃 其實你可以多加一點 沒關係 倒到倒滿 沒關係 我怕撒出來 沒事沒事沒事 撒出來我們就再把它喝掉 好 那酒真的不要浪費 呵呵 好的 那接下來就是輪到我們的玫瑰的Licol酒 是 玫瑰風味的Licol酒 我們會加15cc 15cc 對 好 有你 我看一下 好 看一下 沒問題 我覺得你這個很有擋調酒師的潛力 為什麼會啊 很穩健 不會啊 我覺得很好玩 然後再來是 我們會加一些檸檬汁調味 對 那我們檸檬汁 我們也會下20 20cc 哎呀 多了 沒關係 20 我要喝的 對 最後我們會加入一個比較特別的東西 因為我們也想要營造一個比較Smooth的口感 對 所以呢 我們會加入 就是我們自己調好的就是蛋白水 沒關係 直接來就好 然後 隨便加的嗎 我們會加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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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沒有隨便加 我想說我要直接隨便拉嗎 哦 那你可能會喝到濃濃的蛋白香氣哦 對啊 應該是這樣 嗯 只是不加 對 那我們現在 所有材料都下完之後 我們要做一 就是我們要做Shaker的動作 但是我們在做Shaker的動作之前 我們先拿一個Bot Spoon 對 我們要先去攪拌它 然後去Test它的風味 看是不是我們想要的 因為我們每次在調製一杯雞尾酒之前 我們必須要去確保這個風味 或者是我們想要提供給消費者 或是我們自己喜歡想要呈現的風味 是 酸甜啊 或濃淡啊 或者是有沒有什麼東西 必須要再補充的 然後我們會滴在手上 對 我們會滴在你的手上 然後試一下 看看這個風味是不是 哦 有 有 好喝 有酸哦 讚哦 有酸 因為你偏酸 對 所以好喝 好 OK 那接下來我們就會進入到Shaker的環節 是 對 那Shaker之前呢 通常很多調老師 或者是我們自己在家做的時候 就是 我們會擠著就是加冰塊 然後馬上下去搖 對 但是搖完之後發現 誒 我杯子還沒拿 哦 所以我們要先把杯子準備好 對 所以我們要先 先拿出我們的杯子 對 你要先把你的容器先準備好 是 對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要來 裝冰塊 然後下去做Shaker的動作 來 這邊 要很多嗎 基本上我們都會裝到7分 至少要7分嘛 那我們就把它倒進去 然後蓋上去 然後蓋上去 整個蓋上去 然後拿穩 對 敲緊 然後開始搖 記得是嗎 使命的搖 用力的搖 這樣嗎 哦 很棒 真的 標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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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標準 要搖多久 搖到幾 感覺到你的 雪特杯開始 我覺得玩風很冰 對 然後要有 外圍要有一點點 凝結的霜 這樣可以嗎 坦深 可能要再一下 那因為我們有加入蛋白 所以我們搖的時候 可能要稍微用力一點 讓空氣打入進去 這個節奏太棒了 這個難能的節奏 然後 我們現在搖完之後 我們就是 把它 敲開 2 1 好 OK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會用 這個隔壁器 是 隔壁器 跟我們的濾網 是 對 然後我們會把隔壁器 對 架在裡面 跳跳 老師我這樣可以 可以 那我們最後要放上 我們的裝飾物 好 對 就是 我們會 拿夾置 對 我們需要 一個夾置 這個是我們用新鮮的食用玫瑰 嗯 下去 烘製的 對 我們把它乾燥 然後我們會把它放在中間 好 這就交給你了 好 對 我們就放在正中間 對 做一個點綴跟裝飾 然後呢 我們會再用我們的 就是這個 玫瑰花苞 我們把它稍微 輕輕的扭轉一下 好 twist一下 然後它會有一些 簡單的碎屑 我們做一個點綴 好 來 簡簡單單 對 你想要怎麼灑就怎麼灑 對啊 簡單一點點 漂亮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對 好 OK FINAL 我們會噴上 這個玫瑰純露 對 我們會用一個 非常鮮明的45度角 直接噴灑下去 就像我們在噴香水一樣 就是整個把它 對 啊我要把它頭髮剝開 我要噴 好喔 這樣就好了 對 這樣就好了 我以為很難耶 其實調酒一點都不難 對 只要把你的東西準備好 然後把你的器具啦 都準備好 酒水材料 對 你準備好之後 然後我們按照程序 來一個一個的操作 你就會得到一杯 非常好喝 而且很OK的雞尾酒 那 我可以喝了嗎 我們來喝 我要問我導演 我導演我可以喝了嗎 可以 我等很久耶 讚喔 讚喔 你看 素人調酒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容易 老闆請問這是什麼酒 這杯酒的名字叫 智不其而遇的你 智不其而遇的你 對 這杯酒 它有一個小故事是 我們有一個很好的女性客人 常年都在谷外 對 那偶爾才會回來台灣一次 那 回來的時候 她都會來找我們敘酒 然後順便喝兩杯 對 那這邊 因為她本身也是很喜歡 玫瑰調星 水米桃調星的雞尾酒 所以呢 我們希望就是 既然你喜歡這兩種風味 我們就把這兩種風味 做在一起 你為它特調的 對 這個概念 靈感概念是這樣 但不是為它啦 我想說是不是 這樣是不是又有什麼 另外一個什麼故事的 應該是沒有 好 那就好 如果有可能是 鬼故事 不好說了 尷尬了 對 好酸 夠酸 夠酸 可能對我來講 我如果是我 如果不是我的話 我會想它在重 它再厚一點點 可是這個是可以拿來騙 我一些女性朋友 很好喝 對 一杯接一杯 可以 殺人遊行 這個大概可以喝個五六杯喔 可以 應該就不行了 直接乾杯 你看 我會想要再喝別的杯 等於是今天還騙我喝一杯就好 不然我平常都大概喝三至四杯 再回家 剩下的就是待會 對 待會 對 我們待會 好 對 我們不要